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老游 现在是美东时间10月9号星期六 欢迎收看今天的每日游报 7号,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在股东大会上宣布 将把公司总部从加州的巴洛阿图搬往德州奥斯汀 虽然总部将搬离弯曲 但特斯拉仍计划增加福利门工厂的产量 马斯克称,我们将继续扩大在加州的活动 目标是将福利门工厂和内华达超级工厂的产量提高50% 但他同时表示,人们很难负担在当地买房子 他们必须从很远的地方开车来工厂上班 因此湾区的发展规模十分有限 至于新建中的奥斯汀工厂,马斯克表示 完工后还需要一些时间才能够全面投入生产 他说,建造工厂的时间比工厂投入生产所需要的时间要短 例如,上海的特斯拉工厂建造只花了11个月就完工了 但达到大量生产的目标却花了一年多 他预计,奥斯汀新工厂的情况可能也会和上海工厂类似 据报道指出,马斯克对加州的不满日益显著 去年4月,他在特斯拉的一项财报会议上大肆抨击加州政府官员 称他们的临时疫情令是法西斯主义 后来马斯克果断离开生活了20年的洛杉矶,搬到了奥斯汀 据CNBC表示,因为德州不争个人所得税 这可以减轻马斯克的个人纳税负担 同时也可以让他更接近SpaceX的发射站,德州的布卡奇卡 据悉,除了特斯拉之外 硅谷的甲骨文、惠普和其他多家科技公司也都在去年搬往了德州 据纽约的罗马诺律师表示 从法律的角度来看,德州的监管比较宽松 在很多方面对雇主和企业也都比较友好 和加州相比,企业要遭遇的麻烦也少很多 但德州却有一项法律,令特斯拉并不满意 那就是德州禁止汽车生产商直接销售汽车 他必须通过独立经销商才可销售 好,马斯克也搬去德州了 之前有几位网友问我 说,老游,你为什么要搬去德州呢? 纽约不好吗? 我现在告诉大家 因为马斯克也搬过去了 看个玩笑 其实一个人在什么地方生活、工作和发展 这里面其实包含着很多的因素 所以说,并不是说从纽约搬去了德州 就说明纽约不好 其实还是我们经常讲的那个道理 鞋子合不合适 只有穿在自己脚上才知道 当然了,企业的搬迁有更多的考虑 可能跟税率、利益都有关系 但是呢,对于个人来说 我觉得有一点也非常重要 就是一个人如果一辈子只待在一个地方或仅有的地点生活 就这样的人生似乎少了一些色彩 所以说,体验一下不同的城市生活 对于人生的经历 或许也是一模一样的色调吧 就像当初,我们从中国来到美国 然后呢,现在又从北边的纽约 搬去南边的德州 这中间可能会经历截然不同的生活 其间需要适应 需要劳顿 但是呢,我觉得 这对于人的一生来说 可能就是一条长线中的一小节吧 体验一下不同的生活 不同的环境 吩咐一下自己的人生经历 这或许也是搬家的一个意义吧 但是呢,话又收回来啊 每次搬家的时候 面对着一个个大包小包的时候 我都曾想过 这辈子再也不要再搬家了 但是呢,每次都是好了伤疤,忘了疼 每当稳定下来之后 又开始折腾 不知道这次搬完之后 未来还会不会再搬 也很难说 因为明天永远都是未知的 我们现在能把握的只有当下 日前,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执法人员 在新泽西州的纽瓦克港口 查获了一批从中国运出的 总量超过3700磅的走私地瓜 而这批货物的目的地 是纽约华人区法拉盛 对此,纽约经营华人超市的负责人表示 红薯在美国比较容易种植 而且批发价也很便宜 而目前从中国运到美国的货柜价格飙涨 因此这批走私货品看起来并不太符合常理 据海关部门表示 日前发现的这批从中国运来的可疑货品 于1号由海关农业专员调查后 发现这批货品装有3700多磅未申报的红薯 随即海关没收了所有红薯并将其销毁 海关与边境保护局表示 这批货品全都来自同一个供应商 目的地都是纽约的法拉盛 对此,法拉盛中美超市经理吴建西表示 红薯在美国是比较容易种植的 这批走私红薯 平均每磅的售价大约是59美分左右 批发价也只有20到30美分 而来自中国的货柜在疫情爆发后价格飙涨 每个货柜的价格已平均飙升到2万美元左右 而红薯又需要保鲜货柜进行运输 因此这里面风险太高 根本没有必要 根据海关与边境保护局的官网显示 但凡蔬菜植物和其他农产品 都可能携带各种害虫 如果不仅检测就进入美国 可能会对美国的农产品市场带来极大危害 因此海关部门提醒大众 如果大家计划运输动植物 从外国进入美国市场 必须要向当局申报 否则将面临罚款 据2019财年的数据显示 海关部门在农产品检测中 发现了314种害虫 阻止了4695种 不符合要求的动植物入境 联邦众院调查委员会 在调查1月6号国会暴乱案件中 要求索取前总统川普的资料 拜登决定 不动用行政特权加以阻挠 白宫准备交出档案 前总统川普曾表示 对于众院调查委员会 索取资料的要求将抗拒到底 但拜登愿意配合国会的调查 这是前任和现任总统之间的角逐 面临摊牌 8号据美联社报道 白宫法律顾问瑞姆 向国家党爱管管长致函表示 拜登认为采用行政特权 不符合国家的最佳利益 日前川普律师团队 以总统行政特权为由 试图阻止川普时代的官员 上众院调查委员会作证 另外前白宫顾问班农的律师也表示 由于川普声称有行政特权 班农将不会配合众院委员会的调查 瑞姆在信中写道 从这些白宫档案中可以得知 1月6号冲击国会事件的更多内情 符合特别委员会了解这起事件的真相 据悉众院委员会向国家档案馆 要求的档案包括 1月6号当天白宫内部所有文件 及通联记录 其中也包括川普的核心幕僚和家庭成员 另外还有当天在华盛顿椭圆形草坪 举办集会活动的所有资料 以及川普在推特上的发文 另外调查人员也在索取 川普当天的具体活动行程 及通讯记录 其中包括川普在白宫战情史里的活动 另外调查人员还要求和选举舞弊论相关的资料 还有最高法院对大选相关诉讼的裁决 白宫发言人沙奇表示 拜登的决定只和第一批白宫审核过的档案有关 对于调查委员会索取后续资料 白宫将以个案方式进行评估 8号 众院监督及改革委员会公布文件指出 前总统川普在执政的4年间 距离白宫只隔5条街的川普国际饭店 累计亏损超过7000万美元 相比之下 川普则在公开讲话中声称 位于华盛顿的饭店生意兴旺 盈利数千万美元 据CNN报道 这是国会调查人员首度公布有关川普财务状况的报告 报道指出 纽约曼哈顿区域检察官 以及纽约州检察长办公室 都在调查川普的财务状况 但到目前为止都没有公布川普的财务细节 川普国际饭店在公开财务申报记录中表示 2016年至2020年间 营收为1亿5600万美元 但据众院监察及改革委员会获取的饭店财务记录 却显示 川普执政期间 该饭店实际上有着7000多万美元的净亏损 该委员会在报告中指出 川普国际饭店从2017年至2020年间 共向川普名下的DJU控股公司 贷款超过2700万美元 其中有2400万后来并未偿还 而是改列为出资赞助 另外报告中还写到 据美国联邦总务署的资料显示 川普在向德意志银行申请1亿7000万美元的 营件贷款时 获得了未公开的特殊礼遇 原本贷款契约规定 川普饭店必须从2018年开始偿还本金 但银行方面却急于了川普特别待遇 让开始偿还本金的时间往后挪移了6年 管理联邦建筑物和土地的联邦总务署 2012年同意将旧邮政大楼租赁给川普饭店 经装修之后 华盛顿川普国际饭店于2016年开张 当时川普还是共和党总统候选人 8号 众院监督暨改革委员会民主党籍主席 梅隆尼致函总务署指出 据调查结果显示 川普在执政期间涉及求援兼裁判的 租赁契约和利益冲突 总务署的处理能力令人怀疑 因此该委员会已要求总务署 在两周之内交出更多资料 8号 全球130多个国家同意全面翻修国际税务规则 以打击避税天堂 各国财长们支持 年营收超过8660亿美元的大企业 适用税率至少达到15% 这么一来 全球的税收可能将增加约1500亿美元 为遵守这个最低税率 美国国会需立法将公司的海外利得税 从10.5%调高到15%以上 民主党认为 可在预算协商中通过加税 但共和党表示反对 据纽约时报报道 这项全球企业税至少要达到15%的方案 是由美国发起倡议 长久以来 华盛顿一直都在想方设法阻止企业 将获利转移到海外 以减少纳税 目前拜登政府正着手于调升国内企业税 因此在国际间达成全球企业最低税额规定 至关重要 这可避免各大企业把公司总部搬往国外 据报道指出 130多个国家达成的协议 不仅设定了全球税率 还为数字时代创立了新法规 按照协议 亚马逊 脸书等科技巨头 以及其他全球大型企业 需在销售货物及劳务所在国纳税 即便他们在当地没有实体店 也需要纳税 但这项协议的重要细节仍未敲定 据经济合作发展组织发表的声明显示 这项协议并未提供明确的实现 要求各国撤回现有的数字劳务税 也没有说明向赚钱的大公司科征的税金 将在各国如何分配 据分析指出 新协议的达成也就代表着全球最大的企业 在过去几十年来被瞌睡的方式将出现山奔地裂的改变 未来这些企业要缴纳的税金将会更多 同时在他们营业的国家之间将把税收分配的更加平均 预议该协议将在20国集团的财长下周在华盛顿聚集时具体敲定 最终各国领袖可能将会在10月底在罗马举行的高峰会上签字 下面我们来关注今天的美国疫情 截至格林威治标准时间2021年10月9号14点 全美确诊人数累计4513万5620例 累计死亡人数73万2477人 今天新增的确诊病例是106298例 死亡1937人 加州新增6676例 死亡126人 德州新增6934例 死亡392人 佛州新增3974例 死亡3人 纽约州新增4934例 死亡53人 伊利诺伊州新增2744例 死亡41人 宾州新增5583例 死亡91人 新泽西州新增1869例 死亡19人 好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的节目 欢迎订阅关注我的频道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明天再见